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真的爱你的完整版 因为很多同学学了我们的前奏 剑奏 伪奏以后还是学不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刚开始学琴的初学小白 他很想融入一个乐队 你可以尝试弹一首歌的节奏吉他 主音吉他交给另一个吉他手 技术提升以后 你也可以把这首歌的完整版学下来 如果大家要学所有的内容 就可以学这几课 我们开始招会员了 从1到120集的资料会给会员开放 原价299 3月10号前159 首先这首歌是C调的 用C调的和弦弹的 76的速度就是比60快点 什么意思啊 60就是每秒一拍嘛 76就是比每秒快点 你可以预估出来是不是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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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秒一拍就是大 大 大 这感觉嘛 比他快点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节奏啊 在前奏部分这个节奏是这样的啊 先扫一下 扫一下下 对 扫完下以后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前8后16分音符 对吧 这个前8后16分音符怎么弹呢 扫一个8分 16分的话 扫下上 很多人扫出来是这感觉啊 为什么这样 是因为老担心自己弹不好 所以把节奏弄乱了 好的节奏是什么 就是没毛病 什么是没毛病呢 就是你找不到问题 你看一下 这就有问题 正确的 就这样的 那好与不好 怎么来练呢 你就这样来甄别就行了 弹一个下 弹完以后你把它当成一个单 后面你当成一个双 那你把单弹完就弹双就行了 弹双 这样就好了 一下 两下 对吧 你弹一下 就弹两下 弹完一下弹两下 很多人是弹完一下弹两下 会不会有点急了 对不对 或者是有些人弹完一下 等很久 这就是等太久了 因为你弹完一下 你中间还有太多的思想了 或者停顿了 你不能有任何间隙 这就是前八后十六的终极学法 好 我们看后面下一个和弦 这和弦换成这个和弦了 对 下 下 这个我就不讲了 对吧 AM F C 好 看一下这小节 这小节稍微难了一点点啊 一下 简单 第二拍 负点 负点是什么呢 把第一个 八分的半拍延长一半 就是半拍的半拍 下 就是一个半拍 二分之一再多一半 把后面再补上 你可以这样理解 一拍等于四个十六分 前三个十六分 弹了一个音 后面再补上 大 大 对不对 你手可以在空中晃一下 这就把负点给弹了 很简单 加上第一个啊 很简单吧 它这里写的啊 要是一二三四弦要扫 前面是重音 上面的弦 后面是轻音 对 好 接下来再看前十六或八 意思就是前面两个十六分 大大大 前面是双 后面是单 双下来是单 双单 对不对 你不能弹成 很快 你也不能弹成 双等半天 单 你肯定是双单 这才是正确的 对不对 好 这一拍 我们跟着前面一起弹 下 下 对吧 再加上后面的前八后十六 这是学过的 单双 是吧 那就一起来 好 连续弹两遍 可以了 这就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 又是重复一遍 好 这里就不说了 重复一遍 重复一遍 是吧 很简单 好 直到进唱 有点变化了 对 这个波片要放在五弦上 所以你按着C和弦的左手 然后右手的波片放在五弦 放 而不是弹 弹 然后再放在三弦上 再放在一弦上 再放在二弦上 所以弹之前都是有个放 你把它理解成放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靠 你千万不要傻傻的那么冲动 很容易错 你冲出去以后 肯定是不保险的 但你一冲出去 你发现有问题 你感觉紧张 也不好听 那我们只要做一个 刚才的放或者靠的动作 就像我们拿杯子一样 你手中有个杯子 倒满了热水 你过去拿它 你不可能把杯子 冲过去拿走吧 你肯定是先摸到杯子在哪里 确认了以后 再去把杯子拿走 这个慢动作的过程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经常发生 而且是非常快 一瞬间就发生了 但是我们详细解释 它就是先摸 确认 好 执行 就这样 弹琴也是这样 分解和弦更要这样 那下一个就不用说了 很简单 我们遇到一种 直接顺着往下一次播的这种音 都播成 下 上 上 上 为什么要这样播呢 就是把它分成两个单位 重音就是一个下 其他都是上 就是只有重音是下 所以如果说未来我们遇到一种弹法是这样的 它后面都是上 这样好播 如果你交替播 不是不行啊 总之没有这种 重音和次要音切换的 分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 第三个 简单 第四个也简单 继续 一样的 总之一直到后面都是这样播的 很简单 我们看谱 到了F和弦 上面有一个类似于S 两个点的斜杠 这个东西 先不用管 这是一个定向锚定反复 这是等下要用的 我们要抛锚的那个锚 你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 记住 好 继续往后看 往后看 一直看到了副歌部分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 这里啊 它这有个扫弦 看到没有 是你的前面一个下下下上 这个下下后面就是一直下下下了 这里不用看 你看到了C 又是一个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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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就是一个不应放弃 这个地方 接口 好 再往下看 一样一样一样 都一样是吧 直到真的爱你 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一个剑奏 剑奏一直弹 弹 弹到了这个地方 底下又写着歌词 无法 可修饰着一对手 无法 这里 又重复到前面去了 对 重复到前面的时候 再重复一遍 到副歌 这里就有一个跳房子 从这个房子 从这个房子跳到下一个房子 对 这是房子一 我们就跳到房子二 房子二是这样的啊 跳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 接下来紧跟着剑奏继续扫 因为这是剑奏吉他代弹 这里其实不用怎么说啊 大家都懂 然后再走走到最后的DS春风话语 这里啊 DS就是锚定反复的锚了 我们要找回前面的锚在哪里 前面刚才抛的锚 是不是在第二页谱这里 春风话语这上面 刚说过的 好 抛完锚以后 从这个地方继续开始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 真的爱你这一句的 跳乌龟 就是这个圈圈 大跳符号 圈圈十字架 跳到哪里呢 跳到春风话语这上面 看到没有 这个结束这里 等后面 就结束了 后面继续 直到结束 其实都是简单的 就没有什么可看的 所以刚才老师给你讲的是核心的东西 其实在一首歌里面 大部分都是反复 用相同的技能 只要学会几个关键技能 其他的都打通了 然后最主要是 这一课取式一定要学清楚 就是老师说的 怎样反复 断络 怎么看 好 仔细学好这一课 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一对一老师的课程 或者是买老师的视频课程 拜拜